我这里面已经 对我已经进去这里登录到我的账号了 然后看到了没有这个地方 点击sector 设置的地方 OK 这是进入我账号,然后往下拉,拉到一个地方 拉到一个地方,我看 这个地方 要把这点一下,我这个地方打开 你那个账号我可能没打开,所以我刚才看了没办法做 你在电脑上能进去看一下吗 你在这儿看不清楚 你这儿倒是模模糊糊的 就开始进去,在我这里面点击 在那个personal,下面有一个最后一个设置 setting 点了一下,这边就是每个设置的有很多 像hosterville啊,这各种各样的都有的 所以我一直拉拉拉拉拉拉,往下拉到这个地方,有一个 我在哪儿电话 对,在那个 meeting in advanced,在下面的话,有一个 loom break,叫break room,就是那个 把room那个教授破开,引许你破开 break的意思,然后在这里面 aloud就是引起那个 引起那个风配参加走到 各个那个教室去 然后这个地方,如果其他地方是关了,这个地方要打开 就可以了 打开我看 我看我给你看,因为我这边没改的话,你看不到啊 我打开以后啊 等一下啊 然后我老打开以后,他会跳这个save,看到save了吗 本来老早是这个样子的,原始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时间要把它打开 这里的蓝阳色变得打开了 然后点击一下 它会一个储存save 我这些都会在说明书里面跟着说一下 然后点击save 你慢慢做一下,然后我可能就能弄了 知道,然后你还怎么做 然后做一下以后,我在zoom里边以后 然后 然后中里边的话就以下边就有一个 我把那个我说明书我弄了一半啊打开啊 设置了,我这说明书正在写的写了一半 中里你看到我屏幕没有 黄老师看了看了 如果那个打开以后 我在下面的话,我会出现一个这个这个东西 叫break room 要不然不打开的话,这个地方是没出现的 OK 然后一点出来以后 他问我一下 我就,因为我不想把所有人放在一个教室嘛 我这个那个menu就是那个 点击这个,然后那个点击一个create room 我们就是那个开一个那个教室 我第一个教室就开出来了 然后再点击一个 两个教室开出来了 你点击那个add,添加多少个教室就可以多少个就出来了 你看我这里面开了两个教室 开了两个教室以后 然后我还可以给他重新起名,起叫英语教室123 所以给他教人,你看我下面的英语是classroom12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assign,点击assign,他的所有参加的 自己这里面出来,你要你要把哪个分配到这个教室点击哪个 你看我我随便做了一个模拟 我就kx看哪些东西放在里面,学生一学生二 然后你这个分配到每个教室里头去 还看得清楚我屏幕啊,光老师 看了,看了,看了这样 我这个东西到时候会我下午就发给你 我正在写,我英语写好了 但是我要把它翻译在汉字说明 然后进来以后,进来以后有两个教室里面都有人 我可以进任何一个教室 我可以join,就是你主人嘛 这个zoom的主人我可以随便逛到哪个教室去 因为他们的教室你不进去看不到他们 他们的自己教室里面聊天你看不到 你如果我要逛逛到那个第二个教室去 你就点击join,你就看到他们 进去,你可以点每个教室你都可以进去看一下 就像那有点那个学校叫什么管理人员一样 你可以到各个教室开门进去看一下 他们在里面上课 每个教室之间上课是浮现不干扰的 你看这个里面 这里面 这里面有两个人,我一个自己一个随便洗勾一个名字 我进去了 那这里面一个人 但是他每个教室都有自己的那个ID吗 不需要 每个教室没有ID 他们每个教室的话是你把他封配他们进去 不是他们自己进去 他们ID的话是总的一个Zoom ID 他首先要那个加到会议里头 为了区别抗代我到时候在街龙里面加上老师 我会写上康乃兴老师 然后后面一个名字 然后街龙的学生会说 印尼学生后面写的名字 所以到时候那个广老师你看到他们 按照街龙的名字 你就一个个邀请进去 每个Room的话呢 一个老师和一个到两个助教 然后最多是两个学生 如果学生因为可能街龙的排队 可能有可能超出 我们的容纳量排在后边的话 然后前面学生上完课以后 他说我要出来了 那你就把他移出去 然后另外学生可能进来 我说的 那样也可以 或者就是哪个学生哪个时间段就是哪个时间段吗 我当心就是说太多容太多了 我打个比方这个时间段 我打个比方星期一下午 我们四个教室只允许八个学生 那这个八个学生的话 如果他到了那个他星期一想进来的话 大概是二十个学生或者十六个学生怎么办 没有谁的话他想进也进不去 对他进不去 那不就是 那他接龙了吗 那我们会说明一下 每个时间段最多只能八个学生 那也可以吗 就是对啊 那就是你按照那个时间段去接龙吗 那就是 对按照我会写上按时间段接龙 对啊 对啊 可以吗 管老师这样 可以可以 啊 好点 然后到时候我把那个订稿以后 我就下午把那接龙发出去 我总的在发一个那个 基本的基本你写的已经非常好了 没什么问题 非常好了 我尽量把那个生存英语这个也接龙放进去 因为毕竟他们那边 其实生存英语有班里面学生 大多数都在那个加拿大治疗中心里面学习了 当时我照顾这边学生有些没进去嘛 也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去锻炼英语 我也让他们接接龙 可以吗 管老师 然后你把那个就是那个 所谓的那个那个那个助教也好 或者就是说对话的那个老师也好 那个怎么分配的 你也给那上写一下 啊 准备 就是说11点是这个谁负责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英语对话 把那个也写一下 啊这个 啊这个的话不急 因为我四个学生定下来了 其他几个义工的话 我现在已经找了三个义工了 到时候广老师你看一下 我总共有四个学生是当老师的 前面都写个就我到乎他名字给你 呃他前面是康乃兴老师 后边就是他名字有四个 你把这四个人分配到四个教室去 这就很简单了 还对啊 因为每次都是就是他们四个是老师和班长 要扣师长也好 其他几个的话 他们会写一个康乃兴助教 那么你随便分配啊 如果三个的话 你就分配到其他三个教室去 如果四个的话 跟那种每每个教室分配一个 这很简单 其他接龙的我们要求他 到时候进入Zoom的时候 写上一个那个英语学生 英语你Zoom的话 你可能打过比方的话 如果是星期一下午两点半到四点的话 可能还有其他太极课啊什么课啊 可能人很多 所以你不容易分辨 其他人你不就就不在接龙里 你不请他们 他们在外面做他们的事情去 对啊 这样就可以了哈 管老师 嗯应该是的 总之来讲你不干扰这个中心的这个主会场 不干扰他们 他们进去了 但是你不邀请他进教室 他就在外边 邀请进来就在教室里头 和外面没关系 可以的 可以是吧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把说明说赶出来 下午发给你 嗯 嗯 好 好 那谢谢了 谢谢管老师和李老师 不客气不客气 好 那我们再见了 好 好的 谢谢你的分享 我弄好了是吧 你弄好了吗 你弄好了吗 好 好了 张老师弄好了吗 搞好了 搞好了 那我关掉了 好 再见啊 李老师还关老师 那好再见 再见 再见 好 我把我关出来以后就还给你了 我看 没关系你只要关了就可以了 我看你了